这个老美师傅在爬到这个天花板里去修中央空调 洛杉矶今天39度的高温 我现在得去这个房子里面 帮客户找人修空调 这个300多平米的房子有两个中央空调 其中一个就完全不工作了 昨天下午我打个电话 今天下午呢 两点这个师傅就来了 这个速度不知道算不算快 这师傅来了之后呢 就把二楼这个天花板给打开了 室外现在39度 但是在房子里面真的感觉不到热 你看他这个隔热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客户呢要卖这个房子 现在都布置好了家具 这个是二楼的客厅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大主卧 采光非常的好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得挡上这种百叶窗 然后呢 这里是卫生间 你看这个卫生间多大 浴缸占浴 还有这么大一面镜子 两个水盆 然后这里是衣橱 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 咱们再从主卧的这个窗户 往下看一看这个院子 这里呢 是位于一楼的一个独立出入的空间 它给摆成这种卧室了 其实它是两个办公室 并且带冰箱的 还有一个卫生间 并且呢 有两个门可以独立出入 这是其中的一个 咱们现在看另一个门 就在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门 也是可以独立进出的 打开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房子的外面 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小区很安静 现在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办公室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的适合 咱们现在看到呢 是这个房子主体的这个大客厅和厨房 这个是厨房的倒台 后面一个门是通向院子的 转过来镜头呢 这里就是它的大客厅 这个是一个全景啊 客厅里面的储物间 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院子 都坐好了 面积很大 而且后面没有遮挡 这里呢 就是空调的两个外挂机 这空调的外挂机 现在开始工作了 那咱们要回室内看一下 现在大概过去半个小时了 咱们看一下 它的出风量是怎么样的 这里感觉不到风 然后这师傅也跑下来了 这个都不用说了 继续上去修吧 所以呢 这师傅又得爬上去一次 现在大概过去45分钟了 特别高兴 你看见了没 现在有风了 空调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最后的原因呢 就是螺丝接触不良 没拧紧 你觉得老美师傅的这个效率还可以吗 欢迎留言 另外呢 这个房子正在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